听法的正念心,能够保持清静,始终安住,如如不动,这就是道,就是佛 正念心,时时刻刻,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人在哪里,心在哪里,能够自己做主,处处做主 心念不随环境,情绪起变化,始终安住,如如不动 这就是道,就是佛,弃悟了正念心,就是悟道 没有弃悟正念心,佛来磨顶,也无法开悟 我以为六年的苦恨,极度的折磨我这个肉身 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真实的佛道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为什么? 因为不要说折磨我这个肉身 我的每一个细胞其实也都是一个生命 所以在《华严经》说,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我不只要爱护我这个肉身 我包括我爱护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要很用心 因为它就是一个众生 当这样的因缘之下,就在那个清晨 以我们预计,大概是早上五点多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刚好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而这颗流星跟宇宙银河系里面 流星不就等于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吗? 那么银河系就等于我们一个身体 所以流星跟银河系就如同我们的细胞 跟我们身体这样的一个一个对比 一个一个视线 所以释迦摩尼佛看到这颗流星 恍然打了,的确 因为修行是要不偏不倚的中道 由中道而契入了修行 契入了度众才是学佛的真理 所以释迦摩尼佛当时因为阅读民心 而悟到的就是这个中道之理 龙树菩萨著作的《中论书》中 其中所谓八不中道 即是用八种道理来契悟中道 首先是不去不来 我们凡夫的心一定是有去有来 有去有来就是生生灭灭 就无法契入不生不灭的中道正面心 其次是不长亦不断 不依亦不义 不生亦不灭等 十方新闻记者 莱怡荣台北采访报导